大家早晨 現在是2018年12月20日 早上8時44分 現在站在上海街216 後面收到獨家消息 賣了大概1900萬左右 來看看基本資料 看完資料之後 先看看我們 開一間佛據店的時候 要留意什麼東西呢 是不是要拿牌的 兜圓給你看看 這裡就是上海街 那邊的時候就是北海街 已經成為大一個佛據位來的 長里木 氣 雕刻 金箱工程 是不是那個箱也不是很適合 Anyway 轉過去那邊 那邊就是金蘇街 金蘇街的corner 曾經以前我也有一間 在那裡千多萬 後來有千多萬人賣了去 後來又轉過去這個上海街 前面直去那裡就是左敦道 轉右就是高鐵站方 走過來這邊 趁車來 趕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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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小心車 上海街上來先 OK 這邊 你知道了 這個上海街便宜了 我覺得便宜了 上海街還挺旺的 尤其是現在高鐵效應通過車的時候 那些東西很便宜的大約都在升旺 這段的上海街好東西來的 所以這一頭的時候 這間店 看看你的圖籍 你看到大概是 你看車小心 小心 這個基本資料 上街216圖 那就是13尺的門鏈 心大約45尺 那就是大概 應該賣了1900萬左右 左右 那每年的租金 月租就是大概45000元 那到2019年的10月份 這個位置 好嗎 OK 看到了 沒有開門了 未來的時候高鐵發展 另外那裡的西九的時候 未來都會大禍這一堆人流 那麼 留意一下的時候 如果這間店是打齋的話 很多時候大限公契是不給的 那如果賣佛具是OK的 但如果真的賣打齋的性質的話 你要看看大限公契 很多時候它未必給 所以你要特別留意 但是佛具本身就不需要拿任何的牌照 好 恭喜大家先 這件好東西 如果真的要給我分數 我覺得這件好東西 這件都起碼700分 700分 好東西 恭喜 恭喜 即是十分最便宜 一分片案 五分的市價 這件好東西 我覺得 恭喜 恭喜